好我们来看的是经济部之前推荐了三家燃烧垃圾的SRF的发电厂进驻桃园科学园区 但是选前收回了三家厂商推荐函 选后却撤销了桃园市府不让厂商进驻的处分 现在呢大家来看的是桃园市长张善正他开红认为经济部根本着势金飞为业者来做解套 我们就来看的是呢经济长的第二颗黄连SRF厂复活张善正也出了杀招了 怎么个杀招呢其实来看到的是呢经济部撤销桃园市府的处分三家SRF的电厂进驻桃科 桃园市长张善正就说了哎今年选举前中央在地立委其实都有说 市府如果反对厂商进驻的话呢可以否决 不过现在问题来了撤销市府的处分显然先前说的根本都是空话 以及政治操作啊 根本是着势经费 内场反反又复复 同时他也提到市府决定要依据场区 面积和给排放量收回超额的部分 让业者来检讨是否符合经济效率 抽招来逼业者知难而退 不过我们来看来是金发局的态度 金发局说重新审查之后会叙入桃科的这个 这个污染物排放群会来做一个重新审查 那环保局则是表态说严审空气污染物排放的许可的申请 他们会来做一个把关 不过呢其实来看是呢立委万美龄 他就有咨询的时候他就质疑了 当初他说是你经济部提的推荐函 2024总统立委选举期间撤回 推荐又撤回到底理由是什么 这个反反复复为了什么里面有什么黑幕吗 其实呢这个桃渊市府据此为由撤销业者的设置许可 业者提出诉愿 经济部又以推荐函并非必要条件为理由 来撤销桃市府的处分 真的是让外界觉得很离谱跟夸张 不过呢经济部长郭志辉 他则是强调说目前呢经济部只是推荐 核准权还是桃渊市政府 那大家都问呢那为什么这个要推荐呢 他说因为这是能够解决能源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不断跳针来回应 主导权势桃渊市政府 所以呢这个来看是大家也都在关心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 有人就说了来因立委就抗议了 他们说明朗政府如果要跟民意来对干 将会挺身而出 强迫民众用费发电 经济部你就是幕后的主导黑手 挺身带桃源沿海居民包围经济部来做抗议 也不排除到桃科 直接包围厂区 立足施工建厂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在桃源的部分大谈 来看是大谈里长彭明聪 他就说当初三家SRF要设厂 根本就没有跟地方做过任何的沟通 相关环保标准也没有出来 地方完全不清楚准则 可以说根本是被强迫就这样 台湾市议员黄近平则认为 立营之前将国民党立委呢 这个呢来这个土权极烈 罢免名单上头 难道是为了搬开 妨碍SRF的大石头吗 显然现在这个问题炒翻天 那其实过去政府更是特许厂商 超额排放量高达了十倍 蓝军炮轰政府实在是草惊人命 桃源SRF固体燃料发电厂 用烧垃圾来发电 在大选后将败布复活 起死回生 市长张善政脸书开呛 经济部选前收回了三家SRF厂商的推荐函 让他们进入桃科 但选后却撤销桃源市府 不让厂商进驻的处分 根本是着视金飞 为业者解套 当初郑文燦市府发给厂商超量 排放特许 其中台湾立方超量排放最高到十倍 可另外则是特许超量三倍 外界怒轰 凭什么容许厂商超量污染这么多 如果当初没问题 为何还要收回推荐函 有专家爆料国外的SRF烧的是纸类或木材单一类别 台湾烧的是混杂 塑胶 橡胶 什么都烧 甚至会烧出代奥新 我们的标准到底有没有问题 网友讽刺根本是要居民吃铜吃铁吃铁吃铁 背后到底有什么鬼 是谁给了这两个部长最大压力的幕后黑手 到底是谁是背后的这个操纵者 让这个案子可以中央态度反反复复 让这个厂商可以起死回生 关疫工业区 烟囱工业秘籍被称为烟囱中的孤岛 如今要再度面临空污压力 居民怒喊 中央难道不顾百姓健康 要当厂商利益的筷子手 进一步撤销桃园市政府行政的处分 让三家SRF发电厂的起死回生 当然以防当地民众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弹 更被蓝营点名经济部长郭志辉 环境部长彭启明草金人命 自从跟绿营立委参序之后 郭志辉发言就显得非常的谨慎 不断跳间说没有 彭启明则是强调自己绝对不是破坏环境的筷子手 部长就帮我们谈一下这个SRF的邀请函 为什么送了又撤销吗 那个我们有正式的发了一个 那个经济部的函给各位的 就是那个样子 那上午直询的时候 其实有委员说你对这个SRF的态度 好像有点反复你怎么看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的正式的这个回应都已经在上面 不过现在的回应好像就是说 好像有点甩锅给地方政府的感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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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意思 部长那因为现在你的谈话都比较简短 是不是的确有被那个律委来造证一下 没有没有好不好谢谢你 那现在这个律委吃完饭之后 大家也是指引说那个核能的态度是趋于保守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都没有 这个发言我会更精准一点 其实我是非常关心这个SRF它的材料是如何 所以我在过去这两个礼拜都有去现场看过 的确在某些SRF的厂商有一些问题 它的制造商的确有些是在烧垃圾 但是有些是把我们的这个废弃物在回收变成能源 基本上我们是用最严苛的大耀心的标准来设定 所以我们会比照欧洲日本的方式来进行 那我们台湾来说的话因为过去的管理 我有发现到的确是有一点松散 那我们会加强来管制 这是环境部的职责 所以我绝对不是环境的筷子手 请委员不要那样的方 我们的确是一个严格的把关者 经济部长郭智慧之前被刑时说 修法如果通过核二核三场可以演绎二三十年 不过在跟民营党党团参序过后 他改口声称没有考虑核电 上午立委柯智慧他质询时也语 哇吃了一顿饭你就改口 但郭智慧急着澄清表示 既得发电容量可以 这个已经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不能现在就把核电当作考虑的对象 现行的法律也没有规定可以用这个电 不过柯智慧再进一步来质疑 经济部想做的话 其实可以提出修法 有心要做就可以来进行 你上周在被选的时候才说 只要修法通过核二核三可以再演绎二三十年 这是你一个最直觉的说法 因为美国也是这么认为 但是呢你到了后来跟着这个 卓院长吃了一顿饭之后就赶快改口了 所以我们现在核电是我们没有考虑一部分 没有考虑放在我们这个机载的部分 或者是被载的部分 没错吧 部长 我说的这个每个时间点都不太一样 所以这个核二核三的演绎的问题 这只是就这个议题在讨论 好的 那你是不是告诉我们说 你现在完全不考虑核电 然后也没有在被载的 被载部分也都完全不考虑了 对不对 完全不考虑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机载的这个发电的容量 是可以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对所以你现在不考虑核电了嘛 连被载 连这个所谓的被载的部分 你都不考虑了嘛 我们不能够现在就把它当做 这个考虑的这个对象 因为现在的法没有规定 我可以去用这个 那个法是完全掌握在 你们也可以来对法 你们做修法 你不要告诉我 当你们有心要做件事情的修法 是可以来进行 我只说你连被载都不考虑 部长你完全搭练了 我们蔡总统 我们的赖总统 报告委员 对不起 让我把这句话讲完 经济部是执行单位 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经济部是执行单位 我还是强调 当你觉得电力不够的时候 经济部大家所有的炮口都在你身上 连我们的赖总统 选总统的时候讲说 目前我们在考虑 怎么样在停机的核能机组 未来可能有紧急使用的一个 已被布置之需 你说完全不考虑 我们的赖总统还在考虑 万一发生什么紧急的状况 你们要不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啊 到底是你说服了赖总统 还是赖总统该说服你啊 你的说法一定要一致 但是部长 当你上任的时候 我们对你满分期待 你是来自于一个业界 我们希望你用业界的真实的口吻 不要被政治太多的一个框架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才是一个当部长的一个担当 好 经济部长郭志辉多次谈论到核电厂研议 却在跟行政院院长卓榮泰参序之后态度转变 表示说核电是没有讨论的 这话一说出口呢 外界质疑能源政策立场到底是什么呀 大家真的被你搞混了 立委葛如君点出 目前国家发展AI用电量势必将会大增 核电厂如果要停机 那被载率直接就减6% 恐怕面临用电不够的一个危机 就是今年的4月6号 我们曾经出现一度 我们的被载容量率出现一些风险 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半导体制造商 跳进来补电 当天我们的被载率只有3.2% 就是再超过就不行了 那3.2%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国际的统计 接下来的AI产业要成长 每一个国家所需的用电平均 每一年会年增3% 年增3% 也就是我们再来看 我们现在在高容量运转的时候 我们的被载只剩下3% 接下来我们每一年要增加3% AI的发展可能马上就吃掉 我们这个非常高风险的被载率 同时呢 我们很可能今年核电厂如果要停机 直接减3% 然后呢明年7月再停机 再减3% 所以我们现在很可能是要马上面临减6% 还要再增3%的问题 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电够不够 第二个部分才是低碳的电够不够 第三才是净零 然而我们看到郭智辉也好 刘靖青也好 竟然在赖政府上任短短三周之内 就好像在演港剧一样 哎我又配合了 哎我又以合了 哎我又配合我又以合 我跳进来了 又跳出去了 而我们看到其中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郭智辉去跟卓龙泰 与民进党党籍立委 你在6月6号参序之后 态度有180度的疲变 这180度的疲变是什么 是代表郭智辉的专业 正在被民进党的意识形态绑架 这个神主牌 是民进党的神主牌 不是你的神主牌 你不需要阶下 也不需要背书 就把它直接大力的抛弃吧 好朋友们 你也有睡眠困扰吗 推荐您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医生菌 帮助您睡得好 美丽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组限量送 随行果汁机一入 送完为止 更可搭配快点购 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百 最高回馈618元 现在买最划算 再加100元就能够超值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经验吧